你先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分手吧 雨萱 家伴辛苦了 来吃点薯片吧 谢谢啊 怎么样 好吃吧 这个乐视薯片没想到这么饱 甚至都可以偷光了 还能这么的脆 真太好吃了 那你知道 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吗 因为呀 她选择的土豆 都是至少经过 一百到一百二天的精心呵护的 所以培育出来的土豆 才能这么优良 其实培养土豆是这样 爱情又何尝不适呢 每一段好的爱情 都必须经过一段长久的陪伴 可惜啊 有些人 走着走着 就忘了哦 雨萱 我帮你领点吧 哎呀不用 我哪能让我女朋友领东西啊 你就安安心 玩手机就行 你 雨萱 我也不知道你选了哪个造的口红 我就都给你买了 你自己挑吧 谢谢宝贝 原来 她不是不关心我 她只是低调的 你属于她直男不一样的方式 默默地爱情 雨萱 雨萱 是我错了 你不要生气了 我给你带着你最爱生的罗子薯片 鱼海 你对不起 可不可以不要分手好不好 看你一眼吧 没虫子都会停下 只恨客气不够发达 你这时候 我们一起困 有纫子 你被判嘴